那一堆人來 喔 那個坐人坐在那裡 沒有人招 有的長輩說你 過年大過年 這個人在這邊 我去撥蝦子了 人家沒有嫌你走髒嗎 什麼男人啊 我跟你說啦 你若沒生日子 你若沒生日子 嫌弱嫌 你再試試看 目前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就是那個 不然不知道分時分過 還是什麼 分掉 每一個真的是 我都不能亂許願 我只要在直播說 好想喝珍奶 破噴 上百倍的珍奶就跑來了 真的都不能亂說話 但是 你到底有什麼祕訣 你怎麼有那麼多 讓大人都這麼愛他 我 對付才是大 是會專門科的 是喔 對不對 絕招叫一下 我如果手兩條刮 跟他練一下小尾 不然怎麼吃到我的蝴子水呢 頭疾所好 當然 那真的太好了 你覺得他們家人 對你的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在場應該是我 最起唱 最起唱 因為我看派人面 看就沒有長輩緣 整個都壞人面 還光頭 看著就 對 然後呢 他們有長輩緣 還有長輩緣 我幹什麼 真的 所以那時候 我跟那個咪咪交往的時候 交往三年了 總是要去看一下 好不然這樣 我們找一個最中立的場合 不要特別 因為有時候 特別的話壓力很大 只有一對一的話 阿靈很大 過年大家長輩 一堆人都會來 拜年來來 去去來來去 這個時候置物最那個最自然 自然的話 比較沒有壓力 比較沒有壓力 我說好 但我那時候就想半天說 我到底要穿什麼衣服 既然他說不要壓力 然後又不是這種 一對一的正式場合 簡單 我就穿 像什麼樣 像今天這樣 Casual 很Casual 我想說美國風 Casual 就一去後 真的很Casual 幫我當空氣 人來人我 因為那過年嘛 他們家又多住淡水 人來人我 什麼阿公 表姐 表妹 一堆人來 坐人坐那 沒有人照顧 一個小時 然後連水都沒有 然後最後只能補助我說 那個咪 你不是要介紹 爸媽給我認識 那他們現在怎麼講 他說沒有 他們說 他們你沒用 你自己看著辦 他叫我看著辦 你知道嗎 還不重視你 對 我就覺得說 哇 第一次就這樣給我下馬 我又要把他按摩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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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咪咪一來就說 有的長輩說你過年 大過年的一個人在這邊 這個人在這邊 不吉利啊 叫什麼不吉利 大過年叫他不吉利 誰啦 沒頭沒頭 跟妳畫圓的 對不對 跟妳畫圓的 花太厚了 大過年叫不吉利啊 古潔似乎出吉祥的啊 對 所以第一臉的 見面真的是很糟 然後我後來我就摸了鼻子 我自己做工遮回家 所以第一次見面就很糟糕 很糟 兩個都連話都沒講到 對 後來我才發現 我很少不慘 你為什麼當初給我下馬 我也給我在那邊吃 那麼難看的牌頭 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你跟明明那時候 我去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我跟他 然後也不知道我沒有頭髮 因為他們都沒跟他講過 我長什麼樣 做什麼事的 所以他本來 期待的 期待的是像他一樣 有沒有 對 有頭髮 年輕 年輕 最好是那種工務員或什麼的 有上班族這樣 很OK穿個西裝去 結果本來一胎去 跟妳買套責的 來這邊就是這樣光頭 然後穿在那裡 來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怪 重點是跟他爸差不多十歲 哇 因為整個就是他覺得說 這個不是認真的 只要不要理他 有一天他會自然消失 對 說真的啦 本來都不太好 有一個事情大大改變 他們對我的看法 本來一開始都覺得 沒有看好問題 但有一次咪咪在我那裡 打工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起做 居酒屋 做到一半說 她忽然接到電話 說她的阿公好像 生病蠻嚴重的 然後狀況好像不是太樂觀 她說有空的話 要去醫院看一下這樣 我說你還在等什麼 現在就去 我開車載你去這樣 然後就把說 店怎麼辦 沒有人 沒有人關起來 我就把店關了 頂掉 沒有頂掉 太快了 太快了 你不是這樣頂掉嗎 頂一下就出去 好不好 真的我就當場就這樣衝著他 因為你愛他嘛 開一個小時去 然後去看 去看的時候他們全家已經在這 他就看到我 他在一來 對 你連法師都請來了 沒有啦 不急 你真的要真的不急 你真的要真的不急 怎麼會 不要緊張 沒有 我看好 不要緊張 我看 對 然後真的就是這樣聊天 大家坐著聊天 聊很久後 聊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才載他回去 後來秘密就說 那一次他們全家對我改觀 他就知道說我願意為他們家人 可以放下一切 以他為重 而且說實話 還好那次有去 因為一天以後就離開了 還好當下他沒有拖說等一下 下班上去 真的 有看到就好 所以就會覺得說看到這個以後 他們的人才會對我大大改觀 覺得這個人其實看起來 浪流連 但其實還是不錯 說不定也是阿公促成的這件事 他明明當中就幫你了 對 他覺得說我這個好人 很有責任 對不對 我覺得你有責任感 我的這個其實差17歲 我的差11歲 第一次之所以見面 其實我們已經決定要結婚了 但是他有跟他爸爸講 就是我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爸爸電視那個 你看你看電視就是這個 他爸爸總是認為說 我們是演藝工作人 不穩 第一個不穩 對 第二個就是我又在酒吧打工 對啊 要喝酒嗎 遇到比較多人 比較多人 對 可是那次就是準備要見面了 然後我記得是好像母親節 專程下去 然後我爸就說 第一次要跟對方家長見面 然後要吃飯 他說 你一定要買單 一定要 然後我就先到 先到之後 啪 先買完單 買完單 電梯來了 我一開口就說 爸爸 媽媽 來 會喔 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們不是叫什麼 傳的叫我這樣嗎 沒有 對 我會不會踢風頭 不吉利 三公斤 然後我就是 我就一開口就是 爸 媽 來 漂亮 然後我就 因為其實我也是 因為在酒吧打工 行行色色的人看多了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我就說 媽媽你今天怎麼睡得這麼漂亮 你為什麼 你腦髒喔 沒有啦 所以我就 他就很高興 我就他們這一桌 他們家基本上 全部 大姐 二姐 然後大姐 老公 什麼都 一桌 一整桌就到了 那我一開口就是 爸爸 媽媽 你坐在哪裡 我坐在哪裡 我坐在哪裡 我幫你照顧 就是基本上 我已經不會說什麼 是 避暑那種的 不要避暑 你以為你不是小孩子 你見過的人 行行色色也多 人家嫁女兒給你的 對 對不對 那你要大方 而且你又是演藝工作人員 先不管那個時候好或不完 那時候比較差 然後我就要大方一點 我第一天吃飯 我第一次吃飯 我就開始剝蝦 來 這給媽媽 媽媽來 我就剝蝦子了 人家沒有嫌你走髒嗎 沒有 然後她媽媽就說 你也去 我說 沒有 多小啦 我就拿尾巴 然後蝦子的尾巴 來 你嘴 你嘴 然後爸爸在跑跟他摸 我就一桌子 把他們弄得 浮浮貼貼 開開心心 因為我是做服務業的 因為酒吧本來就這樣 你要十分鐘之內 五分鐘之內要打成一片 怎麼樣可以坐下來 喝客人的酒 也不是這樣子 難怪我上次酒都被喝光 我的酒都被騙人喝 就是馬上打成一片 不是這樣 不會反而覺得你很油條嗎 不會 要適可而止 但是你禮貌上還是 爸爸我敬你 禮貌就有啦 你不要說來 趕快 你贏了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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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贏了 贏了 來 不行 太油了 很快就打成一片 厲害 其實我就問說 當天我就說 爸爸媽媽喜不喜歡我 其實我很在乎 對 會 然後她說 還不錯 成功成功 還OK 我媽媽就不是這樣了 你媽媽 阿嬤 不好意思 我幫你爆料 你媽怎樣 像我媽媽個性就很火爆 她說要忍讓那個婆婆 那個是不可能的事 耶 她就是 我爸是 她喝酒 然後她就會 比較脫性 就會嚇啊 什麼 就會嚇 大聲 不會啦 小女孩 我這樣而已 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媽媽就會去跟我 那個阿嬤投訴 你看啦 你兒子 我一個千金小姐 把我嚇的是什麼 我吵什麼 吵死了 我兩人把你嚇過 叉叉叉 這樣啦 然後我阿嬤就 又要圓一下嘛 哎唷 她的男人 就酒喝的 就會說這個 對啦 沒那個心啦 什麼男人啊 我跟你說啦 你如果沒有生日子 你如果生日子 嫁以後嫁 你給我親看看 哎唷 我超兇的啦 真的 真的 哇 宋哥你還好啦 對 宋哥 我真的好合遜啦 你朋友看我小姐 會發現你很好 對 我很怕 發現你很好 對 那你媽也很有個性 就是比較硬 這樣反而不會被人家欺負 真的 所以你阿嬤就點點了 對不對 我阿嬤就點點了 還是你阿嬤就把他嚇回去 不是我阿嬤就說 回到這個小雜貓 媽媽啦